这只是一个例子 在环绕动作结束后的位置 这里把最后覆盖在三个小圆之上的大圆 插入进来 并且先给它一个显眼的颜色 这样看得更清楚 然后从左下角的小圆开始 在动作中找到一道动画 添加动画之后 拖动控制点 让小圆动画的停止位置 相对于大圆稍稍一出 接着在运动路径上加控制点 拖动控制点使路径变成弧线 重复这个动作 直到把运动路径调整得像是一盘纹箱 圆形也就会按照调整好的路径运动 这样三个圆其中一个就处理好了 另外两个方法相同 需要你注意的是 三个圆的旋转的方向要保持一致 给三个小圆添加好动画之后 打开构间顺序 让三个动画同时开始 三个小圆就纠缠在一起了 然后是大圆的出现动画 我们先把大圆修改为正确的深蓝色 然后是当调整一点不透明度 用95%就可以了 添加一个间线动画 并让动作和上面三个动作同时开始 这时第二步也完成了 最后是文字 三行文字最终要整齐的排列在最上层的大圆上 那么我们可以提前添加几条参考线 然后选中第一行文字 添加一道动画 拖动控制点 让动画在正确的位置上结束 然后是第二行 第三行 方法完全相同 设置好之后 不要忘记把文字移动到页面的最顶层 同理在构建顺序里 把新添加的文字动画 调整为和上面的动画同时开始 别急着滑走 到这里是不是就结束了 也是也不是 任何工作都有改进的空间 如果你赶时间 做成上面那样也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想更进一步 请把三个小圆的不透明度调低一些 这样融合起来更加自然 也请把文字的路径 按照小圆的运动路径调整为弧形 这样整个动画更加丝滑 由于短视频玩播率的要求 我难以做充分的展开 不过在咱们的系统教程里 全是详尽的介绍 如果你看到了这里 那么这套课程很适合你